曹玉鵬 是 是 是 前聯電董事長曹新成 和市長鄭文燦 候選人鄭玉鵬同做第一排大合照 共同出席這場由桃園市企業創新協會辦的活動 談台灣人為什麼要抗共保台 主獎人就是曹新成 我很高興我是9月1號 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我現在是 算是最新的一個國民 維持獨立是站在世界的文明潮流上面 很多走回統一的人 他是活在過去 是違反而文明的 同樣獲邀上台的是 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鄭玉鵬 和曹新成首次見面 這段談話獲得台下一陣掌聲 最後是再請大家 用熱烈的掌聲 給我們董事長 給我們的主辦單位 一個掌聲上的舉例 安全上需要防戰衣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國人 有良知的國人 都會跟董事長 站在一起 當作你的防戰衣 走下台和曹新成握手 過程當中發明片 簡單寒暄 沒有太多正知味 但卻因為立場相同 才在這裡談抗共保台的場合相聚 現場桌上礦泉水擺的也是 鄭玉鵬競選小物 主辦方桃園市企業創新協會 用行動大方力挺鄭玉鵬 三選來一次的森劇小組桃園採訪報導